记者今天从云南省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 针对4月7号发生在云南区境麒麟区下海子煤矿的重大透水责任事故 检察机关已经以涉嫌防护职守罪 对麒麟区煤炭工业局高家村煤管所所长韩自征 技术副所长黄俊波 安全监管员刘家良 下海子煤矿的铸矿监督员冯灵飞等6名国家工作人员立案侦查 目前检察机关将继续围绕所涉独职犯罪 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权钱交易情况开展全面的侦查 对构成犯罪的涉案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月7号云南区境麒麟区黎明石油县公司下海子煤矿发生的重大透水事故 已经造成21人遇难一人失踪